今天先來沖這個 ALKO的日在曼特寧 來這邊 就說這豆腐 你起來不會想是印尼那邊的豆子 印尼那邊的豆子 因為你想像中 你會覺得印尼就是一個 你可能覺得烘焙的焦味 或者是清炒味 然後喝起來有一點巧克力的香氣 如曲而已嘛 九十度的水 二十克的粉 這顆細度是用小富士的 四點五號 香氣如何 要下一個 它比較有一點 也算滿甜的 嗯 甜度夠好 所以我每一杯的話 其實我是習慣讓它的粉可以 它的咖啡 從頭到尾把它全部留完 很多人講說 你技巧是最重要 對 技巧是很重要 可是我個人覺得原理 比技巧更重要 你要了解沖浮咖啡的原理 然後再用說你認識了這個器材 了解說它的極限是怎麼 你再去運用它 你車子再怎麼好 車子很重要對不對 你技巧也很重要 你沒有好的車 你沒有好的技巧 其實都沒有達到100%的一個效果嘛 可是你了解這個原理 其他的 哪有什麼 所以你磨出粉的話 我適當的悶著 不管你後面怎麼用的話 是提升它的層次感 那層次感有了以後 是不是它 因為這一季之前 我們忘記了 是不是它的酸質 會比較明亮一點 那我把它磨細粉的話 是不是壓過它的酸質 對不對 可是它味道會比較集中 可是它回甘度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喜歡哪一杯呢 我不會這樣 哈哈哈 哈哈哈哈